來看看是不准鍋爐繼續運作 台化的假處分遭駁回 這回是台化彰化廠鍋爐停工事件 又有最新的進度最新的發展了 這回是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1號駁回了台化申請的假處分案件 換句話說等於認定了 彰化縣政府停拔台化三軍的 氣墊共生鍋爐 然沒許可的行政作為並沒有舒適 不過台化表示還會提出抗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